欢迎大家收听时事评论,我是Thomas 今天讲的是中国的世纪已经来临 一带一路这个峰会里面 大家看到很多精彩的不同的场景 尤其是大家关心到究竟 中俄如何可以联手去改变了所谓百变大局 这个很重要 大家看到俄罗斯和中国现在是空前友好 在讲这个友好之前 我们来讲讲 世界历史是怎样的呢? 就是近代的历史是怎样的呢? 十九世纪是大英帝国的世纪 这个就没得争议了 二十世纪是美国的世纪 走到现在二十世纪的第二十年 美国还可以坚持下去这个世纪呢? 正如奥巴马所说 下一个的一百年都是美国 这个我想是时代是把它否定了 美国好的日子已经去到尽头 其实如果要数的话 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 美国已经停止了它继续的膨胀 在它的顶峰 应该是因为受到越战的拖累 和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 美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所谓叫做通缩 甚至叫做滞涨 但现在将这个自由主义完全开放 似乎改变了美国 甚至在七十年代 也叫做美国的计划到高峰 直到1972年才完成最后一次的再人登月 这次应该是阿波罗17日 整个七十年代 好像看到美国还是很稳定 尤其是科技 都没有人可以挑战到它 但其实它这个时代 起码已经去到平远期 开始下行 为什么会有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美国的科技 继续进步 这个只是吃老本 因为在六十年代开始的 所谓阿波罗登月计划 经过这么庞大的太空计划 完成了之后 它的技术开始向商用和民用扩散 所以形成到美国有这个回望的经济 有这个涉及公路 有PC 这个也是在七十年代 这个 美国最高成就的时候 所扩散下来的一个所谓的红利 这个美国强势的红利 就是在七十年代 八九十年代 其实你留意到 有一个叫做中国 它的科技 就是在这个互联网经济 耳君达起 甚至现在去到电动车 这全部都是中国的一手一脚 自己是叫做 多快好散 自己是自给自足 所以说你可以这么多交接来说 可以看到 美国的世纪 就现在开始被中国的世纪 在交接中 中国的势力是方兴未捱的 那我们看看 其实在整个美国方面 去到2020年为止 都好像未出现到很强大的 所谓的迹象 显示它是衰落的 就是2020之前 都没有人敢说 美国是衰落 没有啊 根本上为什么呢 没有一个国家出现呢 是可以把它比下去 由于是没有比较 所以大家就不会看到 美国是 是不会衰落 甚至没有相对衰落 都没有人敢看出来的 直至到 中国的出现 中国的出现 就是一个事故 就是2020年 就是新冠的大流行 这个新冠的大流行 就令到中国 是真的表现出 它作为中国世纪的力量 我们说回 在第三届的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昨天就在北京开幕 国家主席习近平 就发表 是为建设开放包容 共同发展的世界 的讲话 曾经提到 这一段话 提到新冠 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一带一路 成为生命之路 和健康之路 中国向各国提供 上百亿个口罩 和23亿剂的疫苗 和二十多个国家 合作生产疫苗 为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伙伴 抗击疫情 作出独特的贡献 中国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候 也同时得到 其他不同的国家 对我们的支持 总的来说 这次疫情 真是不能不讲 就是说 中国体现到它 真是大国应有的责任 同时也反映到 这个世界没有中国是不行的 之前我也说过 生产口罩 生产疫苗方面 美西方 它比较固寒 比较固寂的利益 中国就不是义无反顾 就是 简单来说 习近平说回这件往事 就是说明了中国不只是 叫做性疫国 那么简单 不是说打败疫情一个国家 那么简单 也不要灌溢中国的民族情绪 我们真的做到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我们为了不同国家 输出了过百亿的考试 和几十亿的疫苗 同时 70多个国家 也对中国提出了帮助 最严重的时候 因为我们被疫情打击 是最先的 所以说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这个精神正正就是一打一路 一打一路的精神 也叫做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我们就不是殖民掠夺别人 我们是希望提供这个经济机会 提供这个设施 提供这个资金 提供我们的努力 是一起把饼子画大 有人认为 习近平透过这些一打一路 就是实现中国不好 为了掌握自己国内的权力 因为为什么要找些事情来做 同时是要抗衡欧美 不过无论一打一路 怎样被你猜测到 这个项目已经是 获得绝大部分的成功 根据这个官方资料 资料最重要的 就是2023年6月为止 中国已经和152个国家 32个国际组织 签署了200多份 一打一路的合作方案 自2013年开始 一打一路至今累积参与的资金 现在已经加上了1万亿美金 这个数目是非常少 为什么这么成功 呢? 我们深刻认识到 只有合作共赢 才能够办事 办好事 办拜事 只要各有合作的意愿 任何的难关都可以解决 大家特别看到 所谓叫六所国 可以变成六联国 你看看这个地图就知道 这个欧亚大陆 是叫做六所国 被这个海洋包围着 不过呢 而在这个大陆国家 都可以 各与各之间 都可以连成一体 所谓的欧亚大陆 就是一打一路的精神 普京的发言 亦都很清楚 讲识 他说一打一路 就是更加好 是连接各地区的一体化 尽情 以往太平洋的世代 或者海拳的世代 欧亚大陆 是没有怎么发展的 现在可以叫做一打一路 可以打通这个关门 这个是很重要的 整个欧亚大陆 也都联统着 东南亚联盟的国家 东盟 还有俄罗斯 也都在欧亚雷盟 在这个平台上 建立不同的 我们的金融 和经济的组织 是有别于西方为主的 这些经济和金融组织 这是很重要的 上合组织 这个金专国家 已经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那么 海拳 这个时代 是经过西方文明的百多 几百年的建构 那么 现在就一打一路 或者是我们欧亚大陆 这个一体化 就是打破了 甚至是 在西方文明 或者是六权时代 另外一个选择 那么 习近平 也都以有所致 在他的谈话里面提到 一打一道的立场就是 不搞意识形态对立 不搞第二元政治博弈 也都不搞集团政治对抗 反对单边制裁 反对经济脅迫 也都反对脱欧团链 是不是以有所致 是不是这个世界 有人搞单边制裁 有人搞这个经济脅迫 为了保持他们的所谓 六权时代 或者太平洋世纪 这件事已经是 因为中国经济的能量 不断地扩大 一打一路 将我们的经济成果 一直引导到不同的地方 连动到不同的地方 所以也是打破了西方的 控制权 或者慎穆的霸权 美国的前国务卿 蓬佩奥两年之前 在美国的保守派行动大会 CPAC里面表示 他说特朗普的施政 其实重点只有一个 就是要确保下一个世纪 不是中国的世纪 仍然是承接奥巴马 所说的 未来100年都是美国的世纪 很简单说的 特朗普很成功 他成功争取了 反对华盛顿精英阶层 和华尔街利益集团 因为当时 他们的白人的 中下阶层 受到剝削 就是1比99 或者占领华尔街 这些背景 你都知道 美国很不公平 他很成功地 令大家相信 这个世界 不是作为华盛顿精英 华尔街的 记忆集团 所能够控制 于是带动了一个 投票的奇迹 就是 在大家不批評特朗普之下 特朗普就当選 但美国改变了什么呢 不可以改变了 改变了他们的选票 改变不了这个世界 所以 可以这么说 蓬佩奥就是 不知天高地厚 美国 如果想逆转时代 无论是蓬佩奥 特朗普 或者其他 的美国人 都是没有这个能力 时代已经改变了 这是一个标志性 中国世纪的内容 好 时间差不多 多谢大家收看 再见